在高速上发生抛锚事故等突发状况时 司机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12来报警 那么您知道高速交警在施救时都有哪些妙招吗 10月19号下午一辆乡市货车在温离高速一隧道内抛锚 高速交警就采用了快速轻障法 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 10月19号下午一辆乡市货车在温离高速一隧道内行驶时 突然发生故障 抛锚在了离出口还有100多米的地方 考虑到车子就这么停在隧道内有安全隐患 驾驶员赶紧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 离水高速交警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置 我刚好用五档上来的时候在里面吃力 换四档我一采力合 现在没有了 驾驶员李某说 当时正好是上坡路段 车子开起来感觉比较吃力 于是他就从五档减档到四档 车子就熄火了 之后车子怎么也发动不起来 民警经过现场确认后 当即决定采用快速轻障法 先把车子推出隧道 民警从警车后备箱取出一块特制的泡沫板 挂在警车车头号牌的位置 然后让李某坐在驾驶室内 拔好方向盘 档位挂在空档上 就这样隔着一块泡沫板 警车慢慢推着抛锚货车 往隧道口方向走 仅仅用了1分20秒 警车就将抛锚车推到了隧道外的硬路间上 消除了安全隐患 快速轻障法是高速交警经常使用的救援方式 可以第一时间将车辆转移到硬路间 紧急停车带等相对安全位置 既保障了抛锚车的安全 又极大的避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 追尾事故多发时段 能够有效缓解因事故造成的拥堵情况 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记者刘芳芳 编辑报道